台北市政府發言說 去年台北市 自殺的零層有減少的處署 但是在青少人的族群 有丹波增加 市政府今天是邀請HBL 若求民車和市長周萬安 作回來立法 來分享如何來消透壓力 全選舉協助 政府有提供免費的新移 諮詢廣告 可以頒助青少年請舉均 尋問行程來賓 政府有提供了一些 自殺風體的主寸觀度 把安全化解壓力 HBL若求民車救援 都悠悠唱在回答 我知道1925 因為學音是1925 我在球場上 或者是在訓練的時候 跟隊友一起 就是可以讓我忘記 很多不開心的事 各位青少爺世界自殺風體日 北市府邀請 HBL若求民車救援 和市長周萬安當這地步 除了提供民眾 自殺風體的自順觀度 分享如何來 所改壓力的方法 都關注身旁的青少年 當他心情郁悶 覺得孤單 焦慮 我們都應該更主動積極的去關心 經濟統計專告 自殺失望論 以每10萬人口來計算 100.07年 專告是 每10萬人口16.4人 台北市是13人 100.07年 百市相關到13.7人 是最近幾年相關點 不過100.07年 全國所在有完的相關 百市已經有下降的出世 在這幾年 這112年來講 那這個全國的這個自殺人數 還算是持平 不過台北市的確從 我們的這個統計數字上 已經有看到一個下降的趨勢 百市府強調 100.07年 百市自殺失望 緊守 雖然有下降 嚴格青少年作為無關 所以有相關的出世 原因是包括人材 扣夾一半一頂 最希望青少年 透過規律運動的習慣 提升心心健康 一旦足夠壓力 沒辦法歪 一定要向外界要求幫助 一旦足夠壓力